MING PAO T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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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戴了一副灰CONDA 出走紅色的眼妝 最近很喜歡上噴自己DIY的MIST 那怎樣做呢 就上我Instagram看啦 這隻B3GEL 已經用第三支 陪我走兩個季節 真的會在好物推介推一下它 冬天塗完精華 通常都會塗一些霜霜 去鎖住水分 這隻霜霜雖然很快吸收 不過它的香料真的非常重 最近因為打了水光針 所以臉比較多印 我喜歡用粉底遮住紅印 平均用手指點上粉底之後 用CUSHION POP輕輕把它推開 因為它保留到光澤感和遮瑕 用遮瑕膏遮住面上的瑕疵之後 我就會掃一點遮瑕膏 在眼尾的痕 不然就會令眼妝很髒 用眉筆畫了眉後 我會再上眉GEL 因為頭髮脫色 脫到變金色 到眼妝的部分 我會先用米白色打底 因為沒有酒紅色的眼影 我就用了酒紅色的胭脂來代替 它都很深色和很上色 上了眼窩之後 就要推上下眼線 用酒紅色是非常重的 用一個淺啡色 加深眼頭和眼尾的輪廓 再用超上色的金色眼影 塗在眼珠最突出的地方 因為這個動作 會令整個眼妝很有層次感和立體感 用手指推開邊緣就可以了 再用一個比較鮮明的 鮮粉紅色 畫在下眼尾 不知為何發發下 有一種Halloween的感覺 好像吸血鬼的狀 畫到這一步 眼妝仍然很無神 我用金色打散臥蠶的位置 之後我夾了眼睫毛 先畫眼線 因為怕弄髮 畫了上內眼線 眼尾就輕輕向上揚 和拉長一點 眼線好像有點幼 但待會貼間眼睫毛 就會剛剛好 這盒眼睫毛 這盒眼睫毛 就是之前去韓國Beauty Week 的時候 有一個中國創作者 叫Sai 他出了這個眼睫毛 送了一盒給我 貼上去 效果非常漂亮 還有 他的梗是非常柔軟的 另外 輕輕夾一夾眼睫毛 再塗蜘蛛 雖然眼妝很大 但臉上也有點青 用一個比較深色的胭脂 當是一個shading的塗在面旁邊 如果再加陰影 整個妝就會很繞 我只塗光影在比較突出的位置 唇妝方面 我會先塗一個比較鮮少少的紅唇 再用兩隻深紅色的唇膏 塗在唇中央做咬唇的效果 頭髮想戴頭褲 輕輕夾彎頭髮 然後把頭髮夾起 我的額頭真的超級高 所以一定要塗陰影粉 其實整個妝的靈感是取自於頭褲 因為實在太生氣了 我竟然在韓國買貴過香港30元 香港賣70元 但在韓國買了一百多元 但我竟然在韓國買了 算了吧 我回來香港才知道 幸好化悲粉為力量 他給了靈感王化這個妝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喜歡 雖然比較濃少少 紅色是很大膽的 但我覺得這個妝也挺特別 有時候晚上出街化 也挺吸精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我很快就會再出片 記得留意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大家好 我去吃 我去吃 我來吃